吳欣穎真的有心想要贏嗎 那就換真心癮是不是 你要來這個講是不是 邪贏梗是最廉價的評論 我不來這招 你不來這招是不是 我不來這招 我只是問大家 吳欣穎真的有心想要贏嗎 阿B一樣 有高一點點 好 繼續 好 那換一個梗 柯文哲真的瞧得起吳欣穎嗎 我評論吳欣穎 都要用民眾黨自己講過的話 都要用柯文哲自己講過的話 柯文哲自己有說過 他心目中第一流人才念醫生 第二流人才念工學 我藝術是不入流 大家要不要猜猜吳欣穎的學歷 真的吳欣穎了 美國衛食理學院美術史學士 倫敦大學藝術碩士 不入流嘛 對不對 我坦白講 你柯文哲看到吳欣穎 他是真心瞧不起吳欣 要不是家裡很有錢 怎麼可能柯文哲 會跟吳欣穎對話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未來 吳欣穎對柯文哲來說 就是一個 你不能說備台 就是一個必要 必要 就是說因為我一定要有副總統 對不對 我不得不填一個人 吳欣穎跟我們在念工什麼 他什麼讀藝術的什麼 其實吳欣穎是很多人的偶像 這幾天我問很多朋友說 吳欣穎這個人你們覺得怎麼樣 他說吳欣穎很好 吳欣穎算很有成就 他出國讀書 回來以後就當星光人獸副總經理 你看他多有才華 有優秀 這樣有優秀嗎 出國讀書回來之後就當星光人獸副總經理 怎麼那麼酸 這樣有優秀嗎 人家念藝術的 念藝術的 這就安排做藝術吧 念藝術的 但是因為他有這個 財經的這一種天分 好 正好 這個國民黨接下來的 算是先打殘柯文哲嗎 有這個能力嗎 當然是要先打殘柯文哲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講得很清楚 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 巧遇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先尖閉親眼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找趙少康坦白講 我認為前面三個總統候選人 能撐的都已經撐差不多 就是賴清德就是比 吳欣穎厲害 對不對 就是比柯文哲厲害 所以撒卡都怎麼比賴清德都贏 現在變贏加上也就是 加副總統嘛 對不對 蕭美琴 我認為 跟趙少康跟吳欣穎 根本不同級距嘛 對不對 趙少康坦白講 年紀大歸大 失言歸失言 還是有戰力的 你無論怎麼想 你知道嗎 未來進入撒卡都 趙少康是副總統對不對 他就會有一組媒體跟著他 會 對不對 所以他的聲量就無限大 就是他只要未來在每一場造勢 他只要想到好的哏 強迫露出嘛 對不對 可是吳欣穎怎麼辦 吳欣穎真的有心想要贏嗎 那就換真心意是不是 你要來這個哏是不是 邪贏哏是最廉價的評論 我不來這招 你不來這招是不是 我不來這招 我只是問大家 吳欣穎真的有心想要贏嗎 阿B一樣 有高一點點 好 繼續 好 那換一個哏 柯文哲真的瞧得起吳欣穎嗎 我評論吳欣穎 都要用民眾黨自己講過的話 都要用柯文哲自己講過的話 柯文哲自己有說過 他心目中第一流人才 唸醫生 第二流人才 唸工學院 藝術是不入流 大家要不要猜猜吳欣穎的學歷 真的吳欣穎了 美國衛食理學院美術史學士 倫敦大學藝術碩士 不入流嘛 對 我坦白講 你柯文哲看到吳欣穎 他是真心瞧不起吳欣 要不是家裡很有錢 怎麼可能柯文哲會跟吳欣穎對話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未來 吳欣穎對柯文哲來說 就是一個 你不能說備台 就是一個必要 必要 就是因為我一定要有副總統 對不對 我不得不填一個人 吳欣穎跟趙薇康能比嗎 不可能 很難講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注意到他 哪一天他發言起來 搞不好變成功 你有沒有看過他跟李濟豬 吵架的樣子 要不要重播一下 你對人家散口散傻言 對不對 吵法就是一個就是 不要講刁蠻小姐 就是他是很本位主義的 所以說我坦白講 無論戰鬥力有落差 有落差 所以我認為 國務院面對民眾黨這個東西 一定會打給他 一定要打給他 你最近看林濤什麼的 出來都罵 等一下看到近平哥 也都罵民眾黨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局 坦白講 民進黨先 把該做事就好好做 可是我認為 藍跟白一定會打成一團 來看一下 這個宋楚瑜 也有推出不分區名單 沒有把自己擺在裡面 他說他已經不需要 自己去卡一個位子了 但是他有講一句話 他說我宋楚瑜 從政那麼久 你們有看過宋媽媽是誰嗎 但是柯文哲從政多久 我們就看到柯媽媽 always在那邊 甚至還開玩笑說 柯文哲你出門 家長同意書 帶了沒有呢 好 不論如何 今天柯媽媽要講話 啊 孫總統要一千五百萬 我不知道這麼貴 柯媽媽你不用擔心 不用你們柯家出錢 輕輕的就有了 來 找了這個星光公主 來搭檔 柯媽媽說 我最近心情沒什麼好 我在操心情 益川兄 當然記者問柯媽媽 很多事情 柯媽媽是說 我們問責任的事情 我都沒有在管 你媽一定問我 阿伯就開始說了 阿伯就開始說 阿伯就開始說 我們問責任的媽媽 孩子做什麼事情 媽媽跟他說一個是 指導一個是可以 怎樣也不行 譬如說 現在就已經藍百分裂了 阿伯現在柯媽媽你怎麼看 他說當然 這自己選得好 自己選得好 當然也比較好 他說 可是要交一千五百萬 怎麼這麼貴 我都不知道 當然自己選得好 柯文哲自己選三百萬 你知道三百萬票 他可以拿多少錢 多少 選舉的三百萬 他自己的總統 可以拿九千萬 他的政黨 拿三百萬票的政黨票 四年拿六億 總共六億九千萬 柯文哲獨哪 柯媽媽 算得在贊 六億九千萬 柯媽媽會說 怎麼這麼好 六億九千萬 當然也自己選得好 柯媽媽你就不用操心情 難怪他們都要叫他獨立選到底 當然 你如果走好 他就會選 那錢都國民黨加了 對 國民黨花錢流水 六億九千萬 你不知道一條做生意 一千萬花了 怎麼這麼貴 我看自己選好 這就是柯媽媽的歡迎 所以現在找柯文哲 找吳欣雲出來了 吳欣雲出來了 這次特董 吳欣雲 慶齋 剩下一個 幾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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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吳欣雲你要注意 你不可以去欣賞 拔錢 柯文哲 因為你的金流 都有去控制條 到金管會會出來 我想說 對 不怪當時柯文哲 去欣賞六點 協議的第六點 就是要給金管會 金管會叫財政部 都關銀行 告進真相大白 來就是這個完銀 現在柯文哲 如果帶吳欣雲 叫吳欣雲 就會算了 現在錢都要吳欣雲出 吳欣雲出 吳欣雲可以出多少 吳欣雲願不願意出 這也是一個關鍵 為人的好獎是因為 重生到好獎 不是說他本來就好獎 吳欣雲跟他在念什麼 他什麼藝術的 什麼 其實吳欣雲是很多人的偶像 這幾天我問 很多朋友說 吳欣雲這個人 你們覺得怎麼樣 他說吳欣雲很好 吳欣雲算很有成就 他出國讀書 回來以後 就當星光人壽副總經理 你看他多有才華 這樣有優秀嗎 出國讀書回來之後 就當星光人壽副總經理 怎麼那麼酸 這樣有優秀嗎 人家念藝術的 這個安排做藝術 念藝術的 但是因為他有這個 財經的這一種天分 現在重點是說接下來的 這一個柯文哲 跟這一個何友宜 我跟你講何友宜 從現在開始 就消失在這場選舉 一定消失的 因為現在選舉 你也很敢說 但是我也很敢上頭 好選贏 趙少康 真的 還有什麼好友 趙少康就主導了 這場選戰 所以人家選舉 就大家看到趙少康 你就又回到一九九四年 台北市長 那時候農產門操作氣保 趙少康 那時候看不去黃大洲 每天都說氣保 所以趙少康接下來的四十九天 每天都會操作氣保 每天都會操作氣保